Audio Jungle 大家好,欢迎来到威亚漫画频道 喜欢本频道的视频,请点赞收藏 现在故事开始 网红闺蜜出轨怀孕后 精神崩溃来找我这个富佑科圣手打开 我问过了,是个女宝,打了也不可惜 还哭着求我替她保密 我心软答应了 一周后,我被举报收红包 不遵医德透露胎儿性别 以致害产妇错打了个男胎,家破人亡 我当场被要求停职,还被送上了热搜 闺蜜趁着热度开直播卖惨 说她就是那个被我荼毒的大冤种 一时间,我成了千夫所指 整个医学行业对我进行封杀 甚至我的丈夫都指责我是封建社会遗物 朱九族都不畏过 我身败名裂,绝望之中喝药自杀 在睁眼,我重生回闺蜜来医院找我打胎那天 她正在恳求我替她手术,并向她老公保密 我惊呼,你怀的明明是个男宝宝呀 明明我怀孕了,但孩子不是我老公的 她痛苦道,我是被强迫的 这件事绝对不能让我老公知道 否则我会死的 我验过了,是个女宝宝,打了也不可惜 李燕用力挤出几滴眼泪,现我一直未开口 有些迟疑,明明,你会帮我的吧 你知道的,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 你不能眼睁睁看我去死吧 所以,你就让我死 你想我怎么帮你 帮我打掉这个孩子 我知道你肯定不忍心说我医药费 但我不能白白让你出力 事成之后,我给你五百感谢费 我,这钱你一定要收,否则我就不理你了 她佯装生气 她知道每次只要她略是好意 我就会感动不已 觉得她是世上最好的闺蜜 虽然经常给我找麻烦 但内心是个美好的女孩 只是过于单纯 可就是这个美好单纯的女孩 让我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 上一世,李燕也是这般和我说的 我不同意,那好歹是个活生生的生命 结果她说我不帮她 她立马去死 无奈之下,我心软帮她做了手术 还替她保守这个秘密 结果一周后 有家属来医院实名举报 说我私下收家属红包 不遵医德透露胎儿性别 导致产妇从错打了一个男胎 男方因此要和产妇离婚 搅得家破人亡 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对我构成致命打击 医院当场要求我停职查办 并保证会严查 对方不知从哪甩出一堆证据 证明我确实做了违反道德及法律的事 我即刻被辞退 并被医学界封杀 作为警告其他医者的反面教材 我想为自己惦解 可是没有人给我这个机会 我崩溃回家 本想向丈夫寻求安慰 他却目光冷冷地给我看手机热搜话题 傅佑科胜手秦正敏收家属红包 这魔想挣钱不要命了 秦正敏被医学界永久封杀 傅佑科胜手私下透露 胎儿性别害得产妇家破人亡 批判辱骂的词条不断上升 与此同时 闺蜜居然开启直播卖惨 口口声声说 自己就是被恶毒闺蜜秦正敏 害得失去孩子的人 一时间 我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各种恶毒谩骂和诅咒 铺天盖地砸向我 我求助丈夫 她却厌恶地推开我 秦正敏 像你这样的封建社会遗产 就该被诛九卒 燕燕是你最好的朋友 你却这样害她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我彻底崩溃 生活跌入泥泞发臭的沼泽 终于在一个阳光温暖的早晨 我乘了电梯上了顶楼 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 就那样决然地从楼顶跳了下来 往下坠落的过程中 我突然明白 真正想死的人 从来不会把想死挂在嘴边 我死后 看见闺蜜深夜竖着 靠卖惨打赏的钱 笑得现牙不见眼 她花了五块钱 从殡葬店里买了一塌粗略的纸钱 一边烧一边忍不住小声嘀咕 明明你可别怪我 我也没想到她会找人去医院闹事 我只是告诉她 我怀了她的儿子 可是你威胁我不打掉 就告诉我丈夫 那样我丈夫会把我打死的 我只好忍累把孩子打了 她是个富商 一把年纪了 却偏偏没有个儿子 好不容易有了儿子又没了 你让他怎么不疯 说起来 确实不怪她 我不敢告诉她 我怀的是女儿 否则她会断掉我所有的经济 你知道我没工作 丈夫又挣不了几个钱 所以我只能让你替我背这个锅了 我相信我下胎一定会是个儿子的 说真的 我莫想害死你 可既然你都死了 那我只好蹭蹭热度挣点零花 不然你可就白死了 我相信你也希望我好好活着是吧 一个男人从身后 温柔地给他披上衣服 艳艳你就是太善良了 还来祭奠秦正明 他只是失去一条命 可你失去的是宝贝儿子 说话的人是我的丈夫 雷冬儿 李燕顺势倒在丈夫怀里 二哥对不起 是我害你变得顾家寡人 雷冬儿心疼地拥住她 别这么说 艳艳 我和秦正明早就没有感情了 他三十五了 太脏了 明明 一声呼唤将我拉回现实 明明 你不会连这点小忙都不愿意帮我吧 我都给你五百块了 李燕献我久久不出生 不悦地皱眉 多大连 我垫钱给她做手术 还要感谢她给我五百块 这五百块还没我一小时的咨询费高 你确定要打掉这个孩子 我不能帮你 李燕不解 你怀的明明是个男宝宝啊 我递过去一张检查单 上面写着胚胎性别为难 准确率 九十九 这下李燕懵了 可是我偷偷去机构查过了 说是个女儿呀 我洋装黑起脸 你是不是又去什么三屋黑诊所看了 李燕典型的爱贪小便宜 为此莫少整出乌龙 比如前几个月 她贪便宜去一个小美容机构 花了九十九做了私处护理 结果导致私处严重感染 还是我给她垫了医药费 我有心想骂醒她 可她每次都无辜 且理直气壮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还能害我自己吗 错的明明是这些无良商家 我争不过她 只能作罢 听我这么说 李燕不好意思地脸红起来 随即想到什么 又惊又喜 迫切地问我 明明 你这结果准确吗 我黑脸 你怀疑我 那你去别的医院再查查呗 李燕连连讨好 眼中的算计和贪婪快一出眼珠子了 瞧你说的 你可是我们市的富佑胜手 又是我最好的闺蜜 我怀疑谁也不会怀疑你呀 我还手看她 那还打吗 打就趁早呀 李燕一叶 随即强行扯了个笑脸 呀 其实我今天身体不是很舒服 不然改天吧 说着拿起包 匆匆忙忙就走了 生怕下一秒 我会把她插上手术台 我转身就打了个电话 咧着嘴笑 强哥恭喜你呀 燕燕怀孕了 是个儿子 证明你开玩笑吧 我都四个月末回家了 她能自己 对面声音忽然顿住了 啊 这我 我可能是弄错了吧 我声音慌乱 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李燕的丈夫许强是做工程的 一年到头都在外面跑 回不了几趟家 因着这点 李燕莫少和我抱怨 我劝她要知足 许强虽然回家少 可都是为了挣钱 且挣的钱 除去日常饮食 全都上交李燕了 对李燕也是好的没话说 李燕对此表示不屑 挣那俩个子 还不够我朋友圈的贵妇 吃一顿饭的 欲望就像一个魔鬼 总会悄无声息地 吞噬掉你的理智 三观 甚至人性 加上许强常年不在家 寂寞空虚冷 李燕居然直接傍上了大款 过上了她梦寐以求的富婆生活 可大款也不是傻子 她对李燕的要求 是要生儿子 而不是女儿 我曾经劝过她 婚外恋和插足小三 不管哪一个身份 都能让她身败名裂 可她却觉得 我是妒忌她过得好 上辈子 我对她掏心掏肺 有求必应 可她却要我的命 呵 这辈子 我先送她去地狱 李燕给我发消息的时候 我正准备下班 她告诉我说 这胎不打了 那个男人不知怎么知道 她怀孕了 硬是不给打 说不管是男是女 她都会负责 我笑了 看来李燕是从头到尾 都在把我当傻子啊 分明是得知怀的是儿子 迫不及待地去和富商邀宠 还说得像模像样的 我发了句疑问过去 怎么个硬不给打 是把你绑起来吗 那边默在回复 但是却发了条朋友圈 我直接看笑了 图片是一枚奥迪的车钥匙 配文是 爱自己是最好的投资 我转手把朋友圈截图 发给许强 并发了两条消息 强哥啊 你对燕燕太好了吧 前脚刚知道她怀孕 后脚就给她提车了 呀 对不起强哥 瞧我怎么又忘了这茶 很快 许强那边就回复我了 我再回去的路上 当天晚上 许强下了火车 就风风火火地冲进家里 二话不说 拉着李燕就要去医院打胎 说只要把这个胎打了 它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雷冬尔接到电话的时候 我在看电视 他焦急地安抚电话那边的人 燕燕 别怕 我马上到 挂了电话之后 他就把遥控用力扔向电视 我无欲望他 有病 勤证迷你 怎么这么恶毒 李燕都被你害得要去打胎了 你还能看得下电视 我坐在沙发上 看着眼前这个真真切切爱过的男人 脑子里都是那句 他35岁了 太脏了 我笑了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20岁我就跟了他了 在最美好的年纪 以最简陋的方式 嫁给了他 没有隆重的婚礼 没有昂贵的戒指 没有鲜花和掌声 只有一本六块钱的结婚证 他心疼地掉眼泪 发誓以后要让我住上大房子 对我一辈子好 大房子是住上了 但他想对另一个人好了 这个人还是我最好的闺蜜 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勾搭起来的呢 我不知道 就像我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变得像是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 又或是像搭伙过日子的摄友 酸色和良意填满我的躯窍 消灭了内心最后一丝不舍 我害的 我怎么害的 不是你跟许强说他怀孕了 许强会连夜回来磨 我想看智障一眼看他 他是李燕老公 李燕怀孕了 我不告诉他 难不成告诉你 可你明知道那孩子 雷东尔顿住 仿佛不知如何开口 听到这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雷东尔肯定也知道 李燕在外面有人了 这个孩子不是许强的 可我想不通就这样了 他还愿意护着李燕 上赶着绿中绿 做绿洲之王 我吃笑一声 明知道什么 难不成那孩子真是你的 雷东尔脸色一变 你胡说八道什么 总之 现在马上跟我去就艳艳 说完 他就强行 把我从沙发上扯起来 我狠狠地甩开手 正欲开口 却听到敲门的声音 雷东尔 你他妈给我滚出来 雷东尔疑惑着打开了门 是许强和李燕 李燕哭得梨花带雨 望向雷东尔 耳哥 舅舅我 我们瞒不下去了 我 雷东尔一愣 显然还没缓过来 李燕是什么意思 就被许强一个右勾拳 把他打倒在地 接下来 拳头如雨点般 落在雷东尔身上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 等我反应过来后 李燕已经坐在地上哭得不行了 嘴里喊着 别打了别打了 身体却离得远远的 说 你什么时候勾搭上我老婆的 雷东尔被打得晕头转向 你放什么屁 我什么时候勾搭你老婆了 还不承认 燕燕都说了 孩子是你的 原来是许强硬要拉着李燕去打胎 李燕怎么舍得肚里的摇钱树 就这摸摸了呢 他不敢找负伤 于是想起雷东尔这个舔狗 对许强说孩子是雷东尔的 怒火中烧的许强 立马就掉头 杀到我家来了 我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嘴角颤抖地看着雷东尔 这个孩子真的是你的 许强这才想起 我这个正主还在 一时间停下来动作 看我的眼神有些同情 毕竟 我和他一样 是被蒙蔽的可怜虫 可他不知道 我心里已经乐得不行了 正愁怎么让这个狗男人 净身出户 莫想到 瞌睡送枕头来了 李燕真牛啊 黑锅任意甩啊 这是 雷东尔脸上 也是同款震惊 他猛地看向李燕 李燕眼眶蓄满了泪水 楚楚可怜地向雷东尔求助 于是刚想反驳的话 就被雷东尔硬生生地改成 有事冲我来 别伤害燕燕 他的话一出 像一道惊雷乍响 把我的三观和许强 最后一丝理智都炸没了 接着就是 纯爱战神鹰声倒地的声音 不知李燕用什么办法 总之把许强给哄回工地了 雷东尔在医院醒来的第一句话就问 燕燕没事吧 怎么默来看我 嘖嘖 好一个深情舔狗 有事 还是大事 在雷东尔的慌张关切中 我拿过手机给他看 李燕最新发的朋友圈 照片中 他左手挽着一个大富贫贫的男人 右手提着最新款包包 配文 昨天受惊了 老公带我来弥补受伤的心灵 雷东尔脸色发青 他替李燕背飞锅 被打进了医院 结果李燕转身 就投入别人的怀抱 我补刀 看你哪有买包厢啊 燕燕不是这种人 他肯定是有苦衷的 沉吟片刻 雷东尔犹豫着开口 我目瞪口呆 他又将矛头对准我 请证明我知道你妒忌燕燕 但你也用不着处处挤对他 我恶然 点了点头 行 我杠不赢我陶总降了吧 我二话不说 拿出离婚协议丢给他 把这个签了 你说史诗香的 都随你 雷东尔接过一看 随即烦躁地开口 你又在闹什么 那孩子不是我的 那种情况下 我要是不认这个孩子 燕燕就没有活路了 我无聊地玩弄手指 比他更不耐烦 快签 签完我还要回去上班 雷东尔脸色一变 秦正敏 你来真的 我给你脸了是吧 秦正敏 也不看看你自己几岁了 还蛮离婚这种把戏 离了我 还有谁会 要你这个老上了年纪的女人 呵 瞧我这个老女人 把她委屈的 是是是 我就想过过 默认要孤苦伶仃的日子 你不用心疼我 说完脸上浮起一丝轻蔑 你该不会是害怕找不到比我更好的 所以才不敢离吧 我了解雷东尔这个人 十分好面 说他什么都行 但不能说他不行 离就离 谁怕谁 到时候 你可别哭着回来 求我收留你 当下 他就刷刷拿起协议戏看起来 生怕我占了他什么便宜 秦正敏你什么意思 房子车子存款都归你 我净身出户 我淡定自如 早料到雷东尔不会这么轻易答应 他在这个城市打拼了多年 好不容易有一点积蓄 怎么舍得给我 幸好我还有后手 你都和别的女人有孩子了 只是净身出户 你在不满什么 难道你还想要身败名裂 雷东尔警惕地看向我 你什么意思 我听说你最近在学校评选教授 我点开一段手机视频给他看 要是这个传到你们学校领导你的教授之位 还有戏吗 视频内容正是昨天发生的事 雷东尔那句 有事冲我来 别伤害燕燕 听得清清楚楚 说起来还要感谢李燕 因为摄像头是他随手给我的 说是买一送一 他要用摄像头做什么 我不知道 但我和雷东尔都上班 白天家里默认 想着装一个也好 没想到这就用上了 雷东尔气得脸色发抖 夫妻一场 你要玩这磨狠吗 我冷笑 我狠 我很想说 对比起上辈子你做的事 我这算什么 在我最绝望的时候 和全世界一起咒骂我 在我走上绝路的时候 抱着害死我的凶手 说是我活该 夫妻一场 究竟是谁狠 最后在视频曝光和签字之间 雷东尔只能硬着头皮 选了签字 临走前 他恶狠狠道 秦正敏 你一定会后悔的 是的 当事人很后悔 后悔当初 怎么看上了这么个破玩意 从医院出来 我立即打电话给搬家公司 将雷东尔的东西 全都打包 丢在了楼下 顿时感觉家里的空气都是香的 做完这一切后 我决定好好睡一觉 没想到一觉醒来 点开手机 热点全是某富佑科胜手 私下要求收红包 富佑科胜手透露 胎儿性别 差点害得产妇家破人亡 词条下面全是各种辱骂的评论 上一世被舆论逼迫的绝望与恐惧 瞬间席卷而来 我颤抖着点开词条 谈出一个直播 李燕一改往日的浓妆艳抹 脸色苍白 神情悲愤 一边哭哭啼啼 一边重负地说一个事 他去某富佑科胜手那里产检 出于第一次当妈妈的心情 他询问医生是否可以透露 宝宝是男是女 我保证我只是好奇而已 不管是男是女都是我的心肝宝贝 没想到这个富科胜手 居然要他较五百块钱 还转头告诉了他老公 说他怀的是个女宝 结果当天他老公就拉着他要去打胎 是他拼死保住了这个孩子 李燕说的声泪俱下 不仅完全扭曲了事情的真相 还完全避开了他怀的孩子不是他老公的事 他本来比较就长得好 稍微一动情就显得楚楚可怜 直播间的人几乎都是三关跟着五关走 不一会他直播间的人气就蹭蹭上涨 打赏也越来越多 评论区一拉下来全是对我的谩骂 一如前世一样 有些人表面是胜手 实则是禽兽 真是老太太割双眼皮大开眼界啊 二十一世纪了 还有这种烂人 赶紧给我死 哪家医院我马上下单花圈过去 所以这个富科胜手是谁 怎么还有你老公电话 突然想到阴谋论他该 不会是基于你老公 所以要搞掉你肚子的孩子上位吧 李燕显然也看到了这句话 他突然情绪激动 不 不可能 她是我最好的闺蜜呀 说完他立马捂住了嘴巴 好像不小心透露了什么 今天秘密一样 评论区再次疯狂沦陷 天啊 居然是闺蜜 有这种闺蜜 简直八辈子没了 我昨天在市医院献过主播 给她做检查的 好像是秦正敏医生 啊 我也给她看过 没想到她竟然是这样的人 太恶心了 别吵吵 我已经报警了 火速封杀这种败类 给我们女性蒙羞 我猛地关掉手机 气得浑身发抖 血液都在飙升 没想到重来一世李燕 居然还能这抹颠倒黑白 我告诉自己要冷静 冷静 电话在这个时候响起来了 是院长的电话 魏晓秦 网上传的事是真的吗 不 不是的主任 这件事我可以解释 你马上过来医院一趟嘟嘟嘟 我咬了咬牙 正准备起身 电话又响了 李燕趾高气扬的声音传来 秦正敏 我送你的大礼收到了吧 敢背叛我 这就是你的下场 这回我反倒冷静下来了 李燕你在网上歪曲事实 散播谣言是犯法的 我劝你最好乖乖地澄清 否则 对方欺笑一声 你还有空恐吓我 不如想想怎么保住你的饭碗吧 贱人 我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热点持续上升 李燕的账号因此暴涨了几十万份 而我的资讯也开始被一些键盘侠 扒拉了出来 幸好这辈子 我准备了后手 就让子弹先飞一会儿 我一进到医院 就感觉大唐的小妹 其他科室的同事 甚至连保洁阿姨 都纷纷对我投来打量的目光 低声窃窃私语 我硬着头皮去了院长办公室 县院长在招待两位警官 我敲了敲门 我也不磨蹭 直接甩出了一条录音 很快我便从院长室出来了 我花钱拿到了 富商凌云老婆的联系方式 约她在一家咖啡厅见面 对方是个很有气质的女人 身形高挑 皮肤白皙 只是脸色有些憔悴 她坐下温和地和我打了个招呼 告诉我她姓赵 叫赵海山 你给我发的那些照片 我看过了 只是你为何要帮我 她说得很缓慢 有一种安定人心的力量 我心中不由生起一个念头 林云这种人渣配不上她 是的 我将林云给李燕买的东西 和转账筒筒都截屏打包 发送给赵海山 目的就是想借赵海山的手 让李燕吃苦头 我很坦诚地说出了我的想法 赵海山却摇了摇头 也许你还不清楚我和林云之间的问题 原来赵海山陪着一无所有的林云白手起家后 林云便开始在外面捏花惹草了 一开始赵海山哭过闹过 林云总拿她生不出儿子的话来赌她 渐渐地赵海山死心了 向林云提出了离婚 林云却说要离婚可以 她必须得净身出户 赵海山当然不愿意 陪她吃了这磨多年的苦 到头来却只能落得个净身出户的下场 于是两人便一直凑合着过了许多年 我知道她在外面养了女人 可我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如何能拿到更多的钱 我看着她眼角的戏文 一股苍凉悠然而生 忽然 一个新的计划在我心中生成 我目光炯炯地看向她 我有办法 林云自从知道李燕怀了个难保之后 就恨不得将李燕当祖宗一样供了起来 李燕打电话向我炫耀 请证明姐妹一场 只要你跪下来向我认错 我就原谅你 我嘲笑她 你还真是没见过世面 林云只是把原配手里露出来的赏给你 你嘚瑟什么 一个小三的孩子生下来叫什么 叫私生子 还想继承林家所有的财产 没事 你还是多看点书尝尝脑子吧 李燕在电话那头气得直吼 你放屁 老林说了 林家所有东西都只会是我儿子的 不是吧 你都三十岁了 还信空口套白狼这套 说不定人家正准备把你去母留子呢 你知道什么 老林肯定不会 他和那个老女人早就没感情了 哦 是吗 那他干嘛不离婚娶你 你等着 听着话筒对面气嘟嘟的声音 我就知道有戏了 虽然这些话我是故意刺激他的 但也不是没有道理 像李燕这种又贪又蠢的人 他一定会死死抓住肚子这个筹码 威胁林云离婚 我抬头望料望乌黑的天 心情大好 看样子暴风雨要来了呢 李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事和许强离了婚 当初李燕哄骗许强说会乖乖把这些摊打掉 然后好好和他过日子 这才把许强哄走了 没想到这刚总末几天 孩子末打成 李燕反倒是要离婚了 不得不说许强是真爱李燕 就这还苦苦求着不让离婚 甚至扬言愿意抚养这孩子 我从共同好友那听到的时候 简直惊呆了 而赵海山那边也传来消息 林云开始有点扛不住李燕的连番公事了 听说都闹到他公司去了 为了维护公司的形象 其他股东也开始给他施压了 让他早日处理好自己的感情账 李燕见林云还在犹豫不决 直接下了一副猛药 给林云三天时间 如果不离婚就马上去把孩子打了 为了确保李燕肚里的是个男保 林云特意找了私人医院 来回检查了两遍 都得出是儿子的结论后 林云终于找到赵海山提出同意离婚 赵海山趁机要了大半财产 林云肉疼得不行 可以想到李燕肚里的宝贝儿子 只能咬牙签了 拿到离婚证那天 赵海山请我吃饭 还是一样的面容 可和之前比 多了一股意气风发的快意 接下来看你的了 我点了点头 是啊 李燕每晚都在网上直播 通过污蔑我卖惨来换取榴莲 加上我一直未有回应 导致关于我的热点话题 一直挂在头榜 害得我连住了好几天酒店 在更大的网报来临之前 我迅速地注册了一个新的账号 副科胜手秦正敏 并发布了第一条动态 是一段录音 这段录音是李燕来我科室的时候录下的 只不过我把最后关于我说男保的部分剪掉了 没错 在我知道自己重生的第一时刻 我就用手机开了录音 因此李燕跟我说的所有内容都被详细地录了下来 明明我怀孕了 但孩子不是我老公的 我是被强迫的 这件事绝对不能让我老公知道 否则我会死的 我验过了 是个女保保 打了也不可惜 帮我打掉这个孩子 我知道你肯定不忍心说我医药费 但我不能白白让你出力 事成之后 我给你五百感谢费 这段录音一放上网 立刻登上了热点第一 连挂好几天 一旦激起千层浪 当初为李燕打抱不平的网友们都炸了锅 不多时 李燕就从人人呵护的柔弱小白脸 变成人人喊打的恶毒女人 她账号的每一条动态下 都是刷不到底的漫码 巨大的流量涌入李燕的账号 一度造成网页崩溃 恨不得将李燕的资讯扒了个底朝天 李燕只好匆匆将账号注销 气急败坏地打了电话过来 秦正明 我命令你快点把录音删掉 否则我就告你 哦 告我什么 我这些可是真实录音 不是捏造 我要告你泄露病人隐私 我一没透露你的个人资讯 二莫透露你的身体状况 属于哪门子病人隐私 我不管 你快点把录音删了 有时间和我发疯 不如想想你那位金主爸爸 听到这个录音后会怎样吧 我挂了电话 悠哉悠哉地吃起了下午茶 如我所料 林云在听到这个录音后 心中生疑 于是又带着李燕 去了另一家有名的医院检查 结果发现 李燕肚子里的儿子 变成了女儿 这个结果 无疑给林云当头一棒 为了李燕这个孩子 他可是在公司出尽了丑 又赔了大半家产给赵海山 到最后 居然连儿子也变成了女儿 林云当即一巴掌 将李燕山倒在地 李燕被打懵了 不愿相信 这个结果是真的 突然发疯似的 哭着骂着说 一定是这个医院的问题 他怀的明明就是个儿子 还抓着主任医生 叫嚣着让人陪他的儿子 林云见到了这个时候 李燕还在无理取闹 也是气狠了 当即踹了他肚子一脚 煞时 李燕就痛苦倒地 两腿间渗出了血液 场面一度变得有些混乱 据说李燕最后 还是莫保住这个孩子 在住院期间 林云从头到尾 连面也没漏 甚至连李燕的电话 也不接 李燕成日在医院大骂 导致小月子也莫做好 整个人精神萎靡 出院后发现 林云给他租的房子 已经退租了 甚至连他的那些 奢侈品包包 都尽数收回 连件换洗的衣服 都莫给他留下 李燕气不过 又跑去林云公司放话 要告他故意伤害罪 结果不仅莫见到林云 反倒在回家的路上 被一辆摩托撞倒 很显然是林云给他的警告 若是再赶去他公司闹 他有的是方法让李燕闭嘴 性命受到了威胁 李燕立马怂了 一时间成了身无分文 无家可归的可怜虫 他打电话给我时 我正在家看着电影 多亏了他 让我这个全年无休的打工狗 狠狠地感受到了 偶尔摆烂的快乐 明明 之前的事是我一时糊涂 我没有想过 要真的伤害你 我只是生气你背叛我 想给你一点教训而已 我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 有事吗 你 你可以借我点钱吗 我已经一天末吃饭了 哦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吃挺饱的 秦正明 好歹是姐妹一场 你心肠怎么这么狠 电话里不断传来李燕的谩骂 几乎将他认识的所有脏字都用上了 我毫不在意地挂断电话 并将他的号码拉黑 理解 狗急了也是会跳墙的 自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听过李燕的消息 我从根源上切断了他和雷冬尔的交集 生活又恢复了一片平静 经历上次被迫放假一次后 我感受到了劳逸结合的快乐 忙的时候认真忙 不忙的时候也会学着去享受生活 一个人看看电影 逛逛超市 幸福感也很高 前提是没有遇见晦气的人 明明 雷冬尔眼下发黑 一脸憔悴 见到我后 原本无神的眼睛立马亮了起来 我无语 这男人真不是一般贱哪 没离婚前 一口一个勤证明 离婚了到喊得亲切 我假装莫听到 推着购物车就要走 结果她还不识相地赌上来 明明 你最近过得好吗 挺好 误扰 我眼神也不给一个 明明别走 我有话对你说 我还手望她 想听听她嘴里还能吐出什么大份 明明我我错了 离开你之后 我才发现我爱的还是你 是吗 那李燕怎么说 一听到李燕的名字 雷冬尔立马换上一副憎恨的表情 呸 她连你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 一天天在家待着什么都不干 做饭搞卫生全都是我 这就算了 花起钱来大手大脚 我那点工资 根本不够她塞牙缝的 雷冬尔越说越愤恨 到最后她目光恳切地看向我 明明 还是你对我好 我们和好吧 我发誓回去就把李燕赶走 以后再也不和她联系 看样子应该是李燕落魄后 想起了雷冬尔这个田狗 又重新找上了她 雷冬尔以为 终于可以和心中的女神成幸福眷属 却不成想 女神和她设想的差别大了 不是一点半点啊 我无语望天 真的很想敲开她的脑袋 看她里面装的是什么 我看起来这魔像大冤重吗 抱歉啊 我不是垃圾桶 不回收垃圾 说完 我便头也不回地绕过她 面对烂人 只有一种处理方式 那就是不要和她说话 多说一句 都是对美好生活的辜负 余生 请远离烂人烂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